没有去立法院 没有 没有 想问一下那为什么 就是没有 因为要交报告了 没有耶 我们那应该有 应该只有两三个人 走进大学校园走一圈 有没有到立法院参加轻鸟运动 很多学生都摇摇头 原本以为太阳花学运将再起 但社群媒体D-CAR公布调查 许多大学生兴趣缺缺 摊开调查来看 D-CAR针对台大政大成大 等七所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一面倒全部支持国会改革 反对上街头 甚至胡卫科大 更高达90%都支持 看是在哪里调查的吧 我在最扯的上面看到 大部分的人就是都是支持 就是不要修改 对于就是没有走正常程序的部分 会觉得就是有点疑惑 D-CAR这一群大学生 基本上对于现在的执政党本来就是反对居多 因为年轻人站在反对党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这个也是民进党 为什么这一次流失掉将近300万票 虽然主办单位号称超过10万人参加 不过这次的轻鸟行动 在大学生之间引发的讨论 不如想象中热烈 能不能复制10年前的太阳花运动 数字会说话 欢迎新闻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